进入广告,广告,腾讯视频为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,不稳定,立即下载错误吗? XXX,我要反馈,暂停,下一集0.0.51分直播,0.51分赞目高清超清,720p,高清480p,标清270p,倍速0.5X,1.0X,1.25X1,5X2.0X,倍速播放,在这里,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,下一个即将播放,取消,广告广告遗憾, 退出德国队的恶气而有多强,从此在无作品大师,50%、75%、100%、V主要0770K9E8L1,播放模式,HTML5HD分辨率,1920,X1080,视频宽高862,X486,音量50%,视频协议,HTTPCDN203.205.158.71,下载速度,缓冲资料, 真属错误吗?版本号3.4.37,2018年8月28月10.05分04秒,播放流选,FD091,74135B622TL,Effect8F7509220F070201,本地日识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,腾讯视频观看完整本一哈, 退出德国队的恶气而有多强,从此在无作品大师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,WINDOW,DATA,VIDE,OARR,PUSHV20770K9E8L1,IMJ,HTTP,INOOZ,GTIMG.COM,NOOZAP,LS050462543106404800, 给视频,遗憾,退出德国队的恶气而有多强,从此在无作品大师,时长约50一鸟,腾讯体育室,北京时间8月29日, 德国国家队公布了球队最新171的大名单,这也是世界杯之后德国的首期名单,为能参加世界杯,而引发不少争议的发内,这一次顺利入选。 另外,世界杯期间争议产生的京多安也再次入选,而球队中场赫迪拉这一次无缘大名单,发内如愿入选国家队,新赛季的各大联赛刚刚开始, 不过到9日份,各支国家队都将参加国际赛事,这一次的国家赛事有所不同,主要是因为第一届欧洲国家联赛将正式开打, 德国队被分在了A大的第一组中,同组的还有法国、荷兰两大竞旅,北京时间9月7日凌晨2点45分,欧洲国家联赛A的第一轮,德国将对阵法国队, 而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2点45分,德国将在友谊赛中对诈毕鲁,德国世界杯后最新一期大名单, 如下,门下,诺伊尔拜员,特尔施特根巴萨,后来,吉米西拜员,伯埃腾拜员, 丁特尔门星,克雷尔巴黎,苦梅尔斯拜员,克克托特隆,吉雷拜员, 吕迪格谢尔西,朱尔茨,霍芬海姆,若纳塔塔勒沃沪森,中场,克罗斯黄马,格雷茨甲白人, 金多埃曼城,德拉克斯雷,巴尼圣域尔曼,罗伊斯多特,布兰特勒沃沪森, 哈福茨勒沃沪森,前锋,维尔纳来比西红牛,莫勒拜员, 萨内,曼城,尼尔斯比德森,弗赖宝,值得关注的是,曼城队别封萨内,终于入选了国家队大名单, 而世界杯中他的落选也让乐夫饱受质疑,认为德国队如果能拥有萨内这样的球员, 或许就不会在小组在阶段就惨遭淘汰,另外,因为世界杯前夕,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, 而早受谴责的金多安顺利入选此次大名单, 另一名和影视界的当事人乐齐尔已经退出了国家队, 德国队中场赫迪拉这一次落选的大名单,有媒体分析, 31岁的赫迪拉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, 乐夫将在未来的国家队比赛中尽可能断练新人,为更长远的比赛做准备, 此外,因为落选世界杯大名单而诺退国家队的瓦格纳此次也未能入选, 不过在最近的采访中,他表示自己已经和乐夫就此事和解, 并且为自己冲动的言行表达了歉意, 尽管如此,世界杯后首期大名单中, 依旧没有看到这名单人中风的名字,更迅。